第十三题有一个呈平衡状态的等臂天平 其中左边的称盘上有相同的圆柱三个 相同圆锥三个 右边称盘有相同的正方体三个 与左边称盘相同的圆锥六个 以致有两个人 一个叫佳佳 一个叫平平 将这个平衡的天平分别做如图的操作 对于两人的操作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要判断这个两个人到底用的是不是等量公里 我们先看一下佳佳 佳佳从第一个图最左边这个图变成第二个图 很显然的 它是把左边拿掉三个圆锥 右边也拿掉三个圆锥 这个叫做等量减法公里 两边同时减掉 那从中间这个图变成右边这个图呢 请看一下 左边本来是三个圆锥 三个圆柱 后来呢变成一个圆柱 那右边呢本来是三套 圆锥加正方体一共三套 后来只变成一套 所以很显然的这个叫做等量减法公里 两边都除以三 两边都除以三 这叫等量减法公里 所以佳佳用的是等量公里 没错 那平平呢 平平用的是不是等量公里呢 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个图 左盘呢 有三套 圆锥加圆柱 那变成中间这个图之后呢 变成一套 圆锥加圆柱 那我们再看右盘 这个右盘呢是 两个圆锥加一个圆柱 一共三套 三套这个两个圆锥加一个圆柱 第二个图呢 两个圆锥加一个圆柱 刚好剩一套 也就是说 从左边到中间 这是两边同时除以三 等量除法公里 再来 从中间到右边呢 这个很容易看 它就是把 有一个圆锥 把它删掉 把它删掉这个叫做 等量减法公里 所以呢 平平用的也是等量公里 两人用的都是等量公里 答案选C